Hello大家好,我是塔塔 生天是吃蔬菜的好季节 尤其十字花科的蔬菜有很多抗氧的成分 建议大家可以多吃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常年保养身体的 鸡翅蔬菜汤 也是我做料理经常使用的高汤汤底 经常喝这个汤不仅可以提升免疫力 暖心又暖胃 还超级美味 准备的蔬菜大致上有这些 红萝卜跟白萝卜你可以二选一 白萝卜建议买袋土的 自己刷洗会比较好 这白萝卜也是我自己刷洗的 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叶菜 对减重也相当有帮助 高丽菜也是十字花科相当受欢迎的蔬菜 我今天准备四份鸡翅 先清洗干净 熬汤我喜欢用鸡翅 因为鸡翅有骨有肉 熬汤特别的鲜甜 你可以在鸡翅的中间划开一刀 方便入味 抓住鸡翅的两侧 刀子往中间的地方下刀 像这样 鸡翅在吃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入口 鸡小腿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切法 用刀尖的地方划开一刀 不管是熬汤还是做酱烧的料理 你都可以这样做 拿一小吃烟可以帮助脱水提升鲜味 一小撮胡椒跟一点点的清酒去腥 充分的抓揉均匀 让味道吃进去 我们先放入保鲜盒里面静置一下 你也可以透过真空加压 让肉更快的入味 红萝卜的皮其实很营养 大部分的养分都在皮跟肉之间 会削皮是最好的 但是不习惯的人呢 还是可以把皮削掉 白萝卜的皮 建议要淘掉两到三层 会比较好吃 这些皮丢掉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哎呀,好可惜喔 没关系,我先保留下来 等等教大家怎么用 把白萝卜的头尾去掉 跟皮放在一起 今天的萝卜我只需要半条 大约300克 剩下的部分 我有时候会拿来做腌制白萝卜 或者是用一个容器装起来 加点水盖过萝卜 就可以预防萝卜氧化变色 像这样大概可以放冰箱三天 萝卜可以从侧边下刀 这样切出来的萝卜 就会像扇子一样美美的 红萝卜先切对半 我喜欢滚刀切的红萝卜 看起来形状会比较立体 也会比较容易入味 洋葱我大概准备两颗左右 不需要切得太细 大略切成块状就可以了 番茄可以增加汤头的甜味 不过也不要太多 这个大小呢,大约一颗半的分量 200克左右 番茄皮朝上 这样里就会比较好切 这些蔬菜的比例大约是3比2 白萝卜3 红萝卜2 洋葱3 番茄2 蔬菜大多都是偏寒 需要一点姜片来帮助平衡 大概切3到5片左右 姜片也不要太多 汤会有点辣 蒜头也是很好的抗发炎食物 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记得这样拍一拍 让蒜头的营养更容易释放 蒜头皮其实也有营养 尤其是这个新鲜的蒜皮 丢掉也蛮可惜的 把蒜头放到锅子里 蒜头皮收集起来 接着来处理南瓜 南瓜子也很营养 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办法 把南瓜子吞进去 没关系,先收集起来 等等再处理 切比较硬的南瓜 刀子可以稍微的敲一下 再下刀 今天只需要用到300克的份量 大约是1 4克南瓜 你可以到五金行买这种药材包 把这些切下来不要的皮衣根子 统统包起来 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营养 但是却不想要吃到它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的营养 统统煮到汤里 充分的利用 像这样包裹起来 汤干干净净的 就不会像是杂菜汤了 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鸡翅也腌制好了 这边开中火加热一下 等锅热了之后 再把油倒进来 油热了再把鸡翅放进来煎 先等煎出焦香再翻面 哦 看起来差不多了 可以翻面了 胖嘟嘟嘟的鸡翅 看起来好好吃哦 让另外一面也煎一下 就差不多了 先把火关掉 把这些通通夹起来 你可以保留锅里的油一起煮汤 不过我想要今天的汤清爽一点 这个油呢 我们就不要了 把煎好的鸡翅放到锅子里 你还可以在蔬菜汤里面 加入一些新鲜的香草 增添风味 我今天用的是迷迭香 它可以增添我们的食欲 迷迭香的味道很强烈 一小租就好 接着加入2200cc的冷水 哦哦 这下球了 锅子太小咯 没关系 让我来倒带一下 把这些皮跟紫的材料包放到锅子里 接着加入2200cc的冷水 哈哈 这个锅子够大了吧 来一小匙的盐调味 1.5大匙的酒 开中火加热 等汤快滚的时候 捞掉表面的浮沫 这样汤就会更干净一点 滚了之后火转小一点 让汤继续的炖煮30分钟左右 煮这种汤呢,建议不要盖盖子 让汤啵啵啵的滚动 汤才会好喝 等待的时候来处理高丽菜 我会在梗的地方轻轻的敲一下 叶子就会很好剥下来了 接着再把高丽菜拿去清洗干净 梗的部分味道很好 非常适合熬汤 你可以先切除下来,等一下放进汤里 通通的放进来就可以啰 高丽菜我喜欢用手撕的口感 你也可以用切的 我超喜欢听高丽菜清脆的声音 感觉就超好吃 花椰菜清洗后,再来分切成一朵一朵的 中间菜心的部分,丢到汤里熬就可以了 比较大朵的花椰菜,再分切成小朵一点 现在汤差不多熬20分钟了 这时候呢,再把南瓜放进来煮 南瓜很好煮透,不用一开始就加 哇,你看这个金黄色的汤头 看起来就超级美味 好了,试一下南瓜熟透了没 我喜欢吃脆一点的高丽菜 所以会在最后加 你也可以把高丽菜跟南瓜同时下 就看你自己喜欢的口感 用一点汤稍微的烫一下 起锅前再加入白花椰菜 大概煮两分钟左右 光是看到这些美味的蔬菜 食欲都来了 等花椰菜熟了 这锅汤也就完成了 先来试喝一下味道 嗯,淡了点 没关系 补点盐调味一下 像这样,超级美味又健康的 即吃蔬菜汤就完成啦 清爽的蔬菜汤 达人小孩都喜欢 你还可以烫一点绿色的蔬菜 点缀一下 这样看起来就更可口了 哇,好美的汤色 看了我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叫了 清爽不油腻的蔬菜汤 最适合春天来享用 嗯,这个汤好鲜哦 自然鲜甜的滋味 还有非常爽口的芥兰 我最喜欢吃这样的花椰菜 清爽无负担 红萝卜也炖煮得相当入味 有煎过的鸡翅就是不一样 虽然麻烦一点点 但是很值得 连熬出来的汤都相当有层次 我知道有些人对于蔬菜近而远之 会觉得有点难下咽 尤其是看到南瓜、红萝卜就倒胃口的人 没关系,我这边准备了一些糙米饭 平常冰箱备一点很好用 把90克的糙米饭放到调理机里面 接着呢,再把这些蔬菜跟汤放进来 因为我有加淀粉,所以我补了一些水进来 水位大概在750cc这里 盖子盖起来,先拿去打成浓汤 好了,浓汤做好了 把打好的蔬菜浓汤倒到碗里 一点香料装饰一下 非常美味的蔬菜浓汤就完成啦 你看我煮这么大一锅 其实我们一家四口,一餐就吃完了 尤其是我那不喜欢吃蔬菜的女儿 对这道浓汤赞不绝口 它喝起来有点像南瓜浓汤 又有一点玉米浓汤的感觉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